今天是传出这iPad mini即将会在第三季推出第二代 据了解组装厂仍然是鸿海跟荷硕 渴望在第二季开始备货 第三季出货量就会放大了 而负责组装的鸿海跟荷硕 还有负责做机壳的可乘跟F凯胜 以及负责做电池模组的新浦顺达科等等相关的苹果供应链 届时渴望再沾上苹果光 由于市场传出苹果计划 把今年的9.7寸iPad出货量 从之前的6000万台下调到3300万台 不过iPad mini出货量则是从之前的4000万台上调到5500万台 虽然意味着今年整体iPad出货量将从1亿台下降到8800万台 不过根据了解苹果第二代的iPad mini要到第三季才会问世 反而表示下半年第二代iPad mini推出 对于供应链来说将是正面消息 而苹果预计在下半年推出第五代iPad 新款iPad将采用铝合金的金属机壳 由于可乘红暖和凯胜在去年iPad mini出上市时 一直面临良率问题 下半年第五代iPad推出是否会在面临相同问题值得观察 反而指出鸿海代货iPad mini的出货量高于核硕 不过在机壳方面的比重并没有变动 预估在平板电脑带动之下 金属机壳长凯胜 第二季营收渴望跟第一季持平维持一定的成长表现 另外可乘则受惠于宏达电的新款手机 以及BlackBerry 10的带动之下 反而预估第二季营收计增率大约5% 此外分析师表示 韩国的LGD积极争取成为第二代iPad mini的面板供应商之一 不过像是友达夏普等等 也都积极想吃苹果新订单 另外一方面 梁证券预估低成本iPhone定价 如果能够比高阶旧位型手机低约150美元 预估将可持下351到550美元价格带 主位型手机大约25%的市占率 因此建议可以布局包括大力光 纯红 星星 健顶等等八档 苹果供应链标的 另外则建议避开红灰 红卷 星浦等等五档个股 东方财经新闻综合报道